甲骨文是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 是汉字的源头 破译甲骨文是走进中华史前文明密码的重要途径 但像破译这些经历三千多年变迁的神秘字符 对于专家来说是一个超级难题 这个行业里面专家是异常辛苦的 只能做一些这个简单重复的这种基础性的工作 其实反而可以让AI多参与 然后让专家释放更多的时间 计算机它最大优势是它的计算力比较强 那么我们就希望说怎么样借用它这种优势 借用它的强大计算力 在甲骨文考试的时候 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些辅助 华为云AI团队和莫伯峰教授发起了一场跨界实验 他们利用华为云Model Outs平台强大的运算能力 模拟专家的破译思路 打造了两个服务型的AI模型 甲骨文到经文 来将这两个空间的特征相互拉近 特征相似的两个字就会靠在一起 数万个甲骨文字和经文 录入到计算机之后 AI工程师利用神经网络技术 开始训练字形模型 让AI能掌握从甲骨文 经文 现代文的文字发展规律 李静博士的这个字形方面的预测模型 他做了一些和甲骨文字形的这个比对 真的就和人这个识别的效果好像感觉是差不多的 让AI一口气读完八亿字的四库全书 并让它像人一样有识文断句的能力 这是华为云AI团队的一次创新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经历半年多的反复优化 鱼翼模型在前五个选项中 已经能推算出大约20%的常用甲骨文字 李静博士那个模型有点出乎我意料 我都没想到它的效果能那么好 现在的鱼翼模型 在现代韩鱼领域有些任务 它做的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 人工智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自己这几千年的文化 能够继续繁荣传承 是吧 我想这个事情只是个开头而已 我们也欢迎很多跨行业的领域的专家 能够想一想能不能让AI做些事情 能不能探索一些不一样的科研工作的一些方式 在中华文明的溯源工程中 破译甲骨文是一个关键的通道 当甲骨文插上科技的翅膀 势必将开拓新的空间 创造出无限的可能